南瓜糕 我们今天来做一款好吃的南瓜糕 把南瓜直接挖掉 再把南瓜切成片 我今天做的南瓜糕有两个颜色 现在先来调白色的这个椰子味 要两勺出来 我今天用的是椰子粉 没有用椰浆也可以 再加入一勺的白糖 这个呢是寒天粉 它是一种由天然海藻蹄取出来的 又叫穹脂粉 它是一种蒸愁剂 这里舀一勺出来 这里是一克 加入大约150克的水 把它搅拌均匀 把调好的粉水倒到锅里面 这个粉水煮开了就可以关火 然后倒到模具里面放凉 蒸熟的南瓜先倒成泥 炒成泥的南瓜倒到锅里面 再加入约100克的水 我这里加入一勺糖 喜欢甜一点的可以加多一点 再加入两克的穹脂粉 同样的把它煮开就可以了 现在把南瓜的这一层倒进去 倒平一下就可以 然后室温放凉了之后呢 它就会凝固了 这个南瓜刀现在已经凝固了 可以把它倒出来 这样做呢 既健康又营养 人热的夏天做给小孩子吃 一样很过瘾 一刀切下去就可以感觉到它很Q弹 在淋上点酸奶吃起来更过瘾 比果冻还好吃的南瓜糕做好了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一下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